大家好,我是DaiDai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老公着楼 老婆最后出来做的故事 故事开始 阿坤就去接女儿放学 回到家老婆不在 原来是在天台晾衣服 阿坤很紧张 因为政府实行一家一挖的政策 有了挖就得共同禁遇 老婆怀孕 她不想让人知道 不然会被罚款 想当初实行时不发声反对 实施了才会悔莫及 所以说得对 今天你死不关给 隔天阿坤叫她别再出去了 她送女儿上学 自己就过关口到香港工作 她是嘉玲的司机 嘉玲是个妇婆 平常都会去学社交舞 和妇婆们去嗨T 有时还会陪伴老公单哥 去谈生意 阿坤想要在香港预定床位 给老婆生小孩 可惜护士说已经满了 要的话就去贵点的私人医院 阿坤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去某个政府医院去找她的前任 她开门见三 叫她帮忙留个床位 你是护士长 肯定有办法 前任不肯 想当初是那个女的把你抢走 现在要临北方 别开玩笑 这天起来 丹哥就不见了 去剪头发 每张信用卡都不能用 几十年 他第一次用现金付款 他有点担心咯 打电话 丹哥又不接 不知道何事 老婆坐在那里 闷闷不乐 他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家了 他会变傻 阿坤叫他忍一忍 嘉玲上公司找丹哥 公司已经没在营运 但是护照还在 他应该是还在香港 他联系所有亲戚朋友 但是没人看见他 嘉玲真的很担心 提款机不在 以后该怎么办 阿坤向嘉玲要求 预支几个月的薪水 因为他想要把老婆弄下来生小孩 嘉玲说 会问问丹哥 叫他耐心等候 嘉玲真的没办法 只好请风水佬来看风水 风水佬说 这应该摆在中间聚彩 然后再放一些用过的套在门口 正所谓 套金套金 好意头 放一放 嘉玲就觉得安心 以后的钱财 肯定会有所改善 他叫阿坤送他去嗨T 吩咐然后就冲烫子请客 真的 哎 面子 眼见嘉玲把钱乱花 也不肯借他 阿坤就嫁他的半席 去工厂卖原装零件 再装上假货零件 以获取金钱 嘉玲去银行 结果才发现银行户口被冻结 老公私底下叫人去抗房 但嘉玲不肯给他们进 嘉玲去找老公 有个很像他老公的人 可惜不是 只是个赌客 赌客说 幸亏你刚刚碰一碰我的肩膀 我的运气全都回来了 哇 赌客要求嘉玲陪他过夜 在金钱的引诱之下 他居然和他坐 想不到父婆 也会出来坐的一天 真的讽刺 老婆就快要生了 阿坤本来想混水摸鱼的出海关 可惜还是返回 计划失败 这天机会来了 嘉玲要把家里的古董 全部拿去大陆变卖 嘉玲在和商家讨价还价 他叫阿坤先出去 等下再回来接他 阿坤立刻去找老婆 一小时后 他再嘉玲回去 嘉玲不想回啊 他想先去吃个东西 阿坤神情凝重 越来越着急 过关口时被海关人员检查 他显得更加紧张 还好有惊无险 再搬入车子泡锚 阿坤打开车尾 原来老婆一直都藏在里头 阿坤立刻叫德士和他去医院 他感激嘉玲的帮忙 虽然没帮上什么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过海关 要透过正规的方式 不然被抓到是要遣返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